好又多的好處就是這樣 買下又買些 買下又買些 無他因為真便宜 終於我們又見到這個 11.8元 以前樓下有的時候經常 現在就沒有爆得那麼厲害 當然是夾著腳吃一下 還有多一個 還有洋蔥 如果不點了配料 都不算太鹹 原味最多 點了潔汁和懷疑之後 小時候吃過的味道就回來了 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現在所作為是方川 今天星期日 我們當然已經從中山 南沙回來了 今天就有幸邀請到女兒 和我們來方川 今天可能未必會去西朗市場買菜 我們既然邀請到女兒 當然是帶她來吃牛雜 剛才開車經過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們已經看到牛雜檔開了門 因為女兒非常興奮 和老婆已經跑到前面 還有影子都看不到 我先走快點 這裡是對面 紅棉丸 我們很久都沒有吃過這個牛雜 在廣州來說 我認為算做得比較好 它是其中一間 我講現在 其實有做得這麼好 在廣州都不多 我們面前這裡就是花雷路 牛雜檔就在前面 當見到這個中國銀行 就知道了 在這裡可以走進去 荒川合併院裏面 亦都可以買了牛雜之後 進去裡面吃的 這個牛雜檔 每到下午的時候 就開門迎客 很多人 實在多人 還要排隊 這麼厲害 裡面還有一檔 裡面還有一檔 終於輪到我們了 這裡有很多人歡迎 好像都是這檔 我尝笑他們 這裡選擇多一點 現在在這裡現場計算 隨便也無所謂 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可以的 哇 多吃得 剩下三十三元 那個是隔壁的 腸仔 腸仔 麵筋 兩吋 不用的 一吋 一吋 兩吋蘿蔔 繼續 這個 這個四元一吋 這個四元一吋 兩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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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 搶 搶是五元兩吋 要兩吋 收到 牛丸 一吋牛筋丸 是牛筋丸 牛筋丸 牛筋丸 一元 五元 七元一吋 七元一吋 豆磋 七元一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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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元一吋 六元一吋 是嗎 沒有 腸仔 牛腸 牛腸 是 牛肉 這個要 兩吋 十六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吋 一吋 一吋 魚蛋一吋 魚蛋一吋 二十二十三 全程是二十三吋 好 好 OK 我現在多了一個 可以用它做碗仔 自己再分開兩份吃 他也要分開 是的 女兒 素要一起切碗 分開妝 因為她不能吃辣 我可以吃少少辣 蒜蓉辣椒醬 蒜蓉辣椒醬才是精華 不懂得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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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有下碗 扔一下 這裏自己一盒 蕃茄醬 有了 長大女兒是這樣的 你以為是嬰兒的時候嗎 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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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東西買好了 又是坐在路邊吃的 坐在這個花機上吃 這個花機已經被清潔得很乾淨 等等還要吃晚飯 先做一塊豆泡 豆泡和麵筋不同 這些是豆泡 這些是麵筋 這些是麵筋 這些一定要吸飽些汁 他們的好處 我都說過很多次 但是味道不算太濃 有些很鹹的 即使多好吃都好 但是湯底很鹹 它就不會的 好吃的湯底又不會鹹 嗯 還有哪些錢我都不記得 還有牛排葉 這些就是貴一點 紅香牛排葉 牛腩牛筋這些就四元 牛肺沒有要了 沒有要牛肺 牛腔兩個半 其他這些牛肋 一元四元 這些麵筋不知道 兩元還是多 但是這樣 而且在路邊吃才過癮 大家都是坐在路邊吃的 但凡有個位置坐在路邊吃 都不好吃的 嗯 即是貓肚 嗯 無肚 很爽啊 但是呢 大家看一下 有些牛排葉 它拿那些 那些東西 醃到白色 這些是不會的 還是深色的 牛腸 嗯 嘩 那些年輕人 五六吋牛腸要 對 嗯 嗯 我們先頭前邊的小戀人 要了多少錢 五元兩錢 要了一抽一抽 真是誇張 拿個飯盒來打包 帶走花劍 慢慢吃 以前還有那些 嗯 這個好吃 嗯 嗯 麵筋今天錄得不夠時間 急了些 其他也好 還有它的蘿蔔是很好吃的 吃飽飽的 我們又繼續出發 因為我們的車停在前面 那裡很抵抵 頭三十分鐘免費 然後五元一小時 那些 我們決定 有兩個方案 一是回去中市市場買菜 但是這裏走過又好像有點遠 適合五點了 又或者今天試試去茶教市場買菜 看看老婆安排 因為他們這裏比我熟悉 得多 這個數分鐘的車程 我們又回到地市場這裏 這裏後邊就是好幼多 廣州 我們去得到的好幼多 都絕無僅有 這間是其中一間 還在開的 我叫好幼多 其實叫Wallmark 已經是很多很多年了 在我們家樓下的那個Wallmark 應該是農曆新年 應該是12月底的時候拆了 時至今日 一直都不知道開甚麼店 是的 因為他們寧願做網上相食 因為我們家裡的Wallmark 這個地方實在太小 可能因為這個原因吧 至於方村這裏 這裏就非常之大 一進來就已經見到 有很多賣衣服的 賣金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們還會有 買滿88元免停車費 我們是真的會有些賣 因為現在習慣上網賣 有時候我們外出 外出 88元 那裏寫著 因為我們經常外出 去到那些超市 有時候沒有Wallmark 不方便 買一瓶水流水 也不止八百 一瓶不夠萬 買兩瓶 是 很多的超市一樣 一上來都會有一大堆 包括這些推廣 叫你辦卡 甚至乎買煙仔的店 至於右手邊這裏 就是床上用品 在我們家裡那間 就是拆了那間 沒有製造那間 其實都有的 但是因為地方小 所以就不多 而且在樓下 還會有很多快餐店 方村這裏 包括連我們家裡的樓下 附近是一個很大的商業體 但是方村這間樓下就大了 只是手扶梯都上幾層 我們家裡的樓下 連這種手扶梯都沒有 好像是一個 但不是這種 不過說什麼都沒有 已經沒有了 我們決定買洗頭水 也好 是真的 家裡的樓下都差不多用完 還有這種樓下 我女兒小時候 會扭手 他會叫多多 他最喜歡拿著這個樓下 我們還說 買一瓶手扶梯 買夠88 也挺便宜的 80 我們用開這隻 34 88 29塊都有 所以這些樓下便宜 就是這樣 在以前 還有很多的年代 有一張卡 現在不知16元還是多少 他每個星期或每個月 就會寄一本書給你 然後就叫你買哪些特價 現在就不需要了 即使是要 都是手扶梯搞定就行 還有很多牌子 這些比較貴價也有 比較中價也有 比較便宜價也有 好油多就是這麼好的 即是質量又不算太差 但是價錢又不貴 至於你說夠不夠 永旺這麼好 在我們心目中 確實 又真是 永旺比較好 但是永旺就沒有這麼大 是 上次買過沐浴露 不用買沐浴露 買沐浴露 又知道 在家裡還未用 同樣地 在好油多 都會有很多 銷售姐姐 她又沒有 那些那麼 很扯的 但是 都會有 她簡單問 她不如買這個 那就是 你不買它 不會冤枉你 油買牙菇 上次才買過 對 上次才買過 湿匙巾也不用 很大份 她們這個 好像這些 這些是 不方便拿出街 這一種 湿匙巾 不方便拿出街 但是便宜 九元九 這裏 這個很有多 真的可以 如果我的家 還記得以前 賣行李箱 只是一個過渡 那裏 擺著幾個 以及枕頭 一起擺 這邊是賣浴露衣 但當時賣衣 就多了 這裏 當然是寬落 前面還有收入電話賣 還有這些 比較文革的衣服 即使是這些 成人衣 都會有些 很新潮的牌子 牌子 我說不是款式 只要我們現在 就買毛巾 我們再買兩條毛巾 就可以免停車費 厲害 又有書包賣 又有小朋友衣服 又有內衣賣 保暖 最好 以前我爸爸 都買不少這些給我的 是很多 走了這段時間 始終這裏 是比較大的 感覺上 沒有我們家 以前那裏 那麼多人 其實是多人 因為這裏 離地鐵站 都不時太遠 而且始終這裏是荔灣區 即是方村 很多人 是會開電動試行車 去到這裏買的 又或者駕車去到這裏 所以其實很多人 如果要大超市 就來這裏 反而同屬他們旗下 Sams Club 越開越多 它一開很大 剩下的 就有些小店 關掉它 還有鞋賣 又或者手機 還有指尿件 當時我女兒出生 都在這裏買不少 在這裏 原來還有一個 不同遊樂區 真的厲害 原來這裏 是賣奶粉的 又或者這些 培訓班 前邊的小朋友 在這裏 玩這些學習機 最開心 至於這裏 就賣電器 小家電 電飯煲 電磁爐 就最多了 價錢都不是很貴 400元就有交易 尤其來到廣州打工 或者 就算本地人 也是 有電磁爐 方便很多 有電飯煲 我這些牌子都厲害 400元 這是壓力煲 如果新居入火 我想 除了床煲 被枝 床以外 硬妝 大多數 這裏可以找得到 有熱水器 有冷氣機 還有煲 甚麼你都可以買得到 但是 慢慢給那些上網購物 就侵蝕了 買筷子 足快 9.9元 均一架 任意兩件 9兆 不是我們的 不是我們的 好有多 好處就是這樣 買下又買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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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真便宜 以前都不是經常有這些 軍價9.9元 現在又多 有盆 又有桶 是不是你新居入火 要買的東西 一應俱全 又有這些 洗碗的盆 垃圾桶 垃圾桶 垃圾桶都有幾款 還要任意兩件 再有9折 又或者碗 筷子 碗 筷子都有很多款 這邊又有一些 保溫壺 保溫杯 很方便 連掛力都有 是的 2024年 便到了 通常 如果去到一間 不熟悉的好有多 又或者大多數 好有多 是會令你好像 走一個迷宮 兜兜轉轉都出門回去 這裡還有暖水袋 還有這個 座翅上的 保溫的東西 買下又多些 買下又多些 衣夾 衣夾 以前是買的衣夾 現在沒有了 差不多用完 又是9.9折 又是9.9折 已經有 20個 很久使用 用一下又不見了 用一下又不見了 不知在哪裏 還有這個 浪衣 家裏仍然在用 又是這個款 什麼 沒有比上網賣 其實是的 這些是你看到的 它的質量更好 上網好像便宜一點點 但是質量就 就不沾摩魚 又不沾摩魚 這間是很遠 我們那裏是很小的 別人說 我家裏那間 還是全廣州最小的一間好友多 應該也是 都不做 跟我們家裏那些好友多一樣 都是會把食物 放在手扶梯旁 你看見那些咪咪 對了 又拿一袋 來到這裏 又見了賣巧克力 這些基本上跳過 平時我們很多 有時候會買啤酒 不過現在天氣冷 就不要再買 是菠蘿啤那些 我相信這裏應該都會有 又或者我以前很喜歡買這款 很好吃 不知跟在美國加拿大的 倭馬會不會有一樣 我相信應該都差不多 因為都是同一間公司 都是買很大份 很大份的 這間很夠大 有時候我們去旅行之前 又會來買零食 即食麵 女兒去抽油的時候 又會來買些 去到抽油的時候 還會見到同學來買東西 現在就看不到這種正經 來到這裏 奧利奧都有這麼多選擇 我們想選擇薄翠 但我要原味的 上邊那些 總之不要抹茶 甚麼士多啤梨那些 那邊 那邊是不是薄翠 這個是不是薄翠 這個是不是薄翠 冰淇淋抹茶味 但抹茶我不喜歡 這個不是薄翠 但是一包有三片 但這個是薄翠 薄翠 薄翠 很薄翠 對呀很少的 上面那些是甚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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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多啤梨味 士多啤梨味不好吃 沒有茶 沒有茶 我們選擇了這個 13.5元 13.9元 其實這隻是好吃的 算了 又或者這個 11.9元就值得吃 我們原先打算買88元就算了 現在買一買一買都越來越多 來好有多就是這樣 又或者隔壁翠翠沙雞買 你又開車 難道你上網買嗎 對不對 終於我們又見到這個 11.8元 以前樓下有時候經常買 又或者梳打餅 你要哪款 當然是隔壁這款 有個叫 三母超市人 又有這款 是同一間公司 很正常 有些簡直的產品 是一模一樣的 例如這個 牛奶 安街 全部一模一樣 老婆在講 超市大有好處 整間都是這麼大 有牛奶 很多都有選擇的 牛奶也有這麼多箱 終於來到這個區域 就是賣雪藏的食物 我早幾集就說過 我以前經常會買那些 培根 吃的 就是從這裡開始買起 慢慢吃慢慢吃 喜歡 後來就不敢吃那麼多 又或者會買酸牛奶 他們的酸牛奶 一批一批 很厲害的 可不可以買些 酸牛奶 不如買些 買些 慢慢看看 這個 還有一包 這包東西送的 是 燕糖 18.09 看日期 我們又撞到特價食物 買兩包送一包 還要不是送小的 賣腸仔 22.09 這個區域是賣餃子 我還很記得 我家裡樓下那間 還在那裡的時候 當時疫情 我們一旦有機會 就去超市買那些 十元一袋的餃子 撐了多久 時之 今天 連那些 灣仔碼頭 我們都要上網買 又是他們集團 運過來 唉 對 那個會員 付兩百多元一年 真厲害 我們差不多了 去埋單 但是一個女孩 在麥當勞等著我們 HELLO 我們駕駛了十多分鐘 打算來金記五味鵝 我們經常來的餐廳 全場爆滿 現在六點半都未夠 怎麼辦 我們去前面那裡吃吧 我們就決定去前面 大家福食追雞煲 未必是追雞煲 吃追煲 然後在這裏走過去 大概過一個路口 便能到達 因為那裏沒有停車 所以 我們當然是把車停在裏 外邊有很多這些小食店 不過我們三個人來到 當然不會吃這些 什麼重慶小麵 大可不必 這些是小食店 這裏還有一個牛雜檔 剛才我們坐在這裏的時候 有個叔叔在吃綠鵝 就說你過去那邊 那邊那間有位 黃大仙後邊 其實最初我原先想到那間 到行那裏錯了 想想一下 好像這邊比較熟 過回來 誰不知這邊沒有位 不過我想就算這邊沒有位 那邊也未必有位 就打算今晚在這裏吃晚餐 大家福的 但是大家福都好像 坐到出門口 怎麼辦 不過都不要緊 這條路有很多食物 前面還有 站江青湯羊 燒生蠔 又為了中間 這個順德火焰醉我 不過我們主力 就想吃中間這個 慈鵝姐姐煲 我看見裏面也好像有位 可能因為那些人 喜歡坐出去外邊 還要圓明深路店 是啊 我們就進來餐廳 最後一張四人海 被我們拜了 因為先頭的客人剛剛離開 不過那邊是大桌 很火爆 至於女兒 現在看著想吃什麼 因為 原先那邊是吃燒排骨的 現在吃不到 她決定了 又來讀餐牌 遮遮豬站 遮遮牛仔骨 美極河蝦 還有我見到後面那個叔叔 在吃這個鐵板 蠔仔焗蛋 超大一份 如果我可以選擇 我會選擇 一個這個 雙餐牌 轉過來這邊 還有一些魚扣 也有 48元一例 香煎蝦餅 33元 方川吃東西 是否價錢很便宜 還有 朱利也有 傘傘豬利 45元一例 哇 今天我們就來這個 大家福美食慈名傘傘鍋 鍋就是這樣放在 將食材煮熟 最出名的當然是雞煮 45元半隻 不過今天我們不吃了 因為我們選擇了一個田雞煮 45元一斤一斤就夠了 豆角 通常追追菜都是很鹹的 我們通常吃追追煮的菜 都只會點一份 竹腸 就算鮑魚都是最貴 78元 菜花33元 菜花都可以考慮 還有這邊是蓮藕煮 還有這個 鮮頭我們見到 紅燒乳鴿 28元一隻 很美 不知道女兒是否想吃 還有茄子煮 都可以考慮 還有這個鮮頭吃不到的 滷鵝 上湯浸竹腸 涼瓜浸竹腸 涼瓜浸竹腸 厲害 上湯桑葉30元 還有鐵板白爪魚 上市吃過 鐵板鮮魚桶 又有這些 這些多肉的菜 幾份應該都夠了 還有九套魚 和炒牛河 都是女兒想吃的 我們叫一個九套魚 她說要鮮魚鬚 要鮮魚鬚還是九套魚 鮮魚鬚 她又改了叫鮮魚鬚 沒有問題 田雞煮 炒牛河 和蔬菜 就這樣 現在已經下好單 其他客人都下菜 整個餐廳裡依然沒有禮物 全部都是植冬菜的味道 真的厲害 在等著上菜 我們又和大家說一下交通路線 其實這裏 不要以為這麼偏僻 其實去地鐵站 很方便 走九分鐘 666米 一出馬路都不用過 靠著這條路走 很方便 即使在這裏坐地鐵 回去花園酒店 也就需要43分鐘 要轉一次 1號線 轉5號線 嘩 這麼快 我們的田雞煲便到了 在這個時候 一定是要餘下菜才行 田雞煲等候的時間 是會比雞煲要長的 田雞 沒有人預先煮好的 對嗎 超級熱 先放一放 放一放 而且我們算幸運 現在門口 很多人在等位置 市頭婆的女兒 太子女 走來走去 未停過 嘩 現在就沒有爆得那麼厲害 當然是夾著腳吃一下 還有 多個 還有洋蔥 你問下面有沒有油 當然有 但是不會 一瓣油 至少會比雞煲好的 嘩 你看多熱 一摸下去 手就沒有了 這裏就有冬菇 夠夠冬菇 我們要了一斤田雞 這裏 看上去 料都不會多過田雞那種 而且我們吃遮鍋 最喜歡就是這種 有少少焦邊的感覺 不過現在太熱 等一等 嘗試一下 放了一陣子 就可以了 我們看到旁邊的桌子 很多客人 整桌子 有四個雞煲 四個雞煲 不是四個雞煲 四個都是雞煲 厲害 田雞肉 非常之熱 但是很緊實 很彈硬 有些不美的田雞 就是這樣 放下去 那些肉 就掉下來 是掉下來 這個 好像我的筷子工這麼好 要攪拌好久才可以掉下來 還有 田雞肉 比較緊實 就不會一夾就掉了 如果我們去那些 辣菜 預先田雞 做好 不是在廚房做的那些 那些田雞肉 就沒有辦法這樣夾著 哇 超熱 但是超好吃 有少少焦香的感覺 少少 這裏跟上市我們去到西朗地鐵站 旁邊那個是同一間 這個是分店 那邊的面積大一點 那邊的面積大一點 那邊的面積小一點 哇 好味 它的醬汁又不鹹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來再來就是這樣 最刺激的時候就已經過了 現在摸下去其實還有餘溫的 還有那些油 當它不熱的時候 它晴乾了 是會有一些汁醬在下面 就不會變得出陰汪油 很明顯的師傅 控制火候好 就不會弄成這樣 是吧 現在就最好吃 冬菇 原先我們都想去禁忌那邊 通常我們這些 一去再去的餐廳 基本上就坐不了 這裏都是其中一間 很多人回來方村 都是為了找食物 早前有觀眾問我 究竟去哪裏吃食物好 越修區第一個飛走了 天河區第二個飛走了 天河不計成東村那些 方村一定是首選 我們先頭找不到位 都說沒所謂 一定找得到的 就算這裏沒有 別處都有 還有我們坐在這裏 聽見大多數都是附近的街坊 沒有什麼外地人 講普通話那些 就算是師傅 師傅的女兒 上菜那些依依 都是講廣州話的 好忙的 好 那我們繼續吃了 吃到後段 味道會變濃了 我覺得 黃蒜很好吃 哇這塊好 你看幾大豆 幾大豆 冬菇做得好吃 它不是鮮菇 它是冬菇乾的 在這個時候 炒牛肉 我又來了 這個女兒 一定要點名 我當然要先吃 田雞 吃一吃一吃一吃 很多漂亮的部位 已經被他們吃光了 剩下薑 還有這塊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吃 以前我不喜歡吃 現在就喜歡了 其實吃起來 尤其是用啫煲的做法 特別有味 然後當然還有這個 這個好 這個好 吃遮煲 必撥 接下來就試試炒牛河 炒牛河 炒牛河 因為遮煲是有保溫的 炒牛河 擺冷了 其實是不太好吃的 剛剛炒起了 有芽菜 又有白飯 其實還有一碗白飯 我只吃一碗牛河 只能吃白飯 因為其實我很餓 芽菜是夠新鮮的 有那種青青的 剛剛熟的那種感覺 粉是正常的 吃一碗牛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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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還叫了一個 紫菜蛋花湯 吃一碗牛河 吃一碗牛河 好吃的炒牛河 炒牛河 火候炒得很好 加少許豆瓣醬 味道更好 味道更好 只可惜他們實在太忙 黑人很喜歡來這裏 很熱情 點了很多菜 但又做到手忙腳亂 吃一碗牛河 我這碗白飯 當然是要配這個 看看還有沒有可食部位 因為我們吃得太急 所以漂亮的部位 都差不多吃完 不知道可不可以 吃完雞就這麼過癮 這裏還有一塊 這裏還有一塊 不要夾了那些蒜頭 這是薑 基本上差不多了 哇 真棒 豬田雞拌飯 哇 最後兩道菜 都送來了 首先是一個紫菜蛋花湯 這裏份量超多 老婆和女兒已經一人喝了一碗 我打算放到最後 因為太熱了 再來還有焦鹽魷魚酥 都到了 這道菜一看就知道 用來送啤酒最好 所以我們也有啤酒 至於我現在還在吃飯 不如試試焦鹽魷魚酥 它還有配醬汁和淮鹽 以前小時候就是這樣吃的 但剛剛炸起有點熱 當有了這兩樣東西之後 這個焦鹽魷魚酥更美味 它如果不點配料 哇 這臭厲害 如果不點配料 都不算太鹹的 味道太多 點了潔汁和淮鹽 之後 小時候吃過的味道就回來了 裡面的魷魚 也不會太硬 我很怕吃硬的 它是不會的 還有外面的脆漿 它不是那種完全包滿 就像天婦羅那種 它不是 它是比較濃稠的 尤其去到邊邊的腳 最美味的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軟 外脆內亂 就是這樣 哇 這個真的好吃 全部都是小時候的回憶 尤其是這些 脆開的 最後 我就以這個 湯 作為一個結尾 來拌湯 吃點 紫菜蛋花 拌湯 吃飯 除了煮的雞煲 小時候不是經常 有得吃以外 這幾道菜 都是我們小時候 經常會吃得到的菜式 尤其是這個 這個我很喜歡 至於這個炒牛 就不可以說人家差 就是正常的表現 這個魷魚鬚 不是脆到表面 脆脆脆的 脆脆的 脆脆是軟的 現在 7時半 還有客人入席 整個圍袋 還有今天是星期日 很多人都在附近 耍娛樂 又或者 和朋友 唱吳卡拉OK之旅 過來這裡 嘴嘴餐 尤其是打麻將 居多 附近是有很多的 我也知道 這些就是他們的 周末的生活 在荒村 雖然都是荔灣區 但和西關是有不同的 但又有很多相同的 地道的生活 在這裡都可以找得到 但是荔灣人口就沒有那麼多 人口密度沒有那麼高 因為那裡的房子太舊了 這邊 新屋其實居多 比如 先頭我們去好友哥那裡 我剛才看過手機電話 上面賣多少錢 四萬多平方米 那裡是正常的 這個價錢應該要的 這樣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我經常這樣吃 拌飯這件事 媽媽是不給的 其實真的對胃不是太好 因為 你會不咬 就餵到 紫菜蛋花湯拌飯 是勉強可以的 好了 我們最終埋單 162元 田雞最抵食 45元 炒牛可25元 真的性價比很高 魷魚酥38元 蛋花湯30元 其實蛋花湯可以不要 怕熱氣 還有女兒喜歡 下面的茶位 飯 都可以 什麼汽水 12元兩罐 份量又超多 還有很多 吃不完 我最滿意就是 魷魚酥 好了 我們又吃飽飽了 很滿足這一餐 原來這個美食廣場 是幾個餐廳連在一起 西手間都是幾個餐廳 共用的 很熱鬧 炭魯雞煲還是生蠔 不知道 生蠔 可能共用 反而這個順德火焰鵝好像 差點 一定是要坐出路口才好吃 在這裏過去 其實就是周頭咀隧道 好了 今集影片到這裏結束了 我們也是時候回家 現在其實不太晚 七點半多些 下集片 拜拜 分享這條影片給你的朋友看 又或者幫我點個like 拜拜 好嗎 我看你的朋友可以看 我看你會很開心 是在這裏有些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